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许你不爱听 但我们都要勇敢地去面对 不是吗 孩子 如今你长大了 独立了 今后无论你做什么都要自己负责 一个人成熟的标志就是开始懂得对自己的人生负责 你应该明白自己喜欢什么 想要什么 想过一个怎样的人生 并朝这些方向去努力 才能走向成功 过上自己喜欢的生活 可能有些事情你还不懂 你可以来问我 但我只能给你参考意见 不会替你做决定 最后的决定还是得你自己来做 因为最后的结果是你承担 而不是我 孩子 我也希望能照顾你一辈子 但这不现实 所以我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要照顾好自己 一日三餐不要太敷衍 要吃得好一点 对自己好一点 就算是为了生活 也不要每天加班熬夜 现在拿命换钱 很不值得 记住 一个人只有先照顾好自己 才能去照顾好别人 一个人也只有对自己负责了 才能对别人负责 尤其是自己喜欢的人 爱着的人和爱着自己的人 孩子 当你有了自己的小家之后 不管你要不要紧 我都不会搬过去一起住 你和我们所受的教育不同 价值观念和生活习惯也会有不一样 住在一起可能产生更多的矛盾 分开了住倒是能保持一定的距离 给彼此更多的空间 互相留下美好 再说 我在老家住习惯了 这里有熟悉的风景 往来的朋友 闲了可以一起聚聚聊聊天 如果想你了 我会去你家做客 小住几日 当然也非常欢迎你回家看看 孩子 我舍得给孙子花钱 也愿意帮忙照看孙子 但我不愿意一直带孙子 我的年岁在增长 身体也有吃不消的时候 这点还请你理解和体谅 更重要的是 抚养孩子是你的责任和你的心意 就像当初我们把你抚养长大一样 你的孩子需要你 就像你小时候需要我们一样 我只能在关键的时候帮助你 不能取代你 其中肯定会有辛苦和劳累 但我相信你可以成为好父母 培养出优秀的孩子 孩子 我不会要求你供养我下半辈子 同样的 我也不会供养你的下半辈子 早些年我给自己存了一点钱 是用来养老的 当时就是想着靠自己养老 以后不给你增添负担 现在这个想法也算是实现了一部分 我会好好规划晚年生活 照顾好自己的 请你放心 而现在我已离开工作岗位 没有了额外的收入 孩子 你的下半辈子 我也没能力供养了 所以你也要加油 争取让自己过上幸福快乐的生活 这样我才能够放心了 孩子 世界这么大 我们也想去看看 都说六十岁至八十岁 是人生最后一个黄金时段 我不想再错过了 想到处去走走 去转转 也许喜欢哪里 就在哪里住上一阵子也说不定 放心 真要去旅行的话 我也会照顾好自己 保证安全 不会让你们担心 另外 这种旅居生活的费用 我会自己承担 不给你增添负担 孩子 如果哪天我倒下了 恳请你用正能量的方式 来对待我必须会来临的死亡 无论我生了什么重病 都请选担最少的治疗 不动大手术 不插各种维生的管子 我希望能够带着轻松 美丽踏进另一个世界 当我永远地闭上眼睛的那一刻 你不要为我哭泣 为我欢喜吧 我走算走完了这趟辛苦的旅程 我走了会安息的 在天堂为你祈祷 孩子 还有些话我想对你说 这些话我不跟你说 可能别人永远都不会 这么认真的跟你说 一 人生在世 什么也买不来健康和快乐 这是我几十年的人生经历告诉我的 我也希望你能早一天明白这个道理 健康的身体才是努力奋斗的本钱 今后的日子 我们都要争取守护好这个本钱 能多一点时间相互陪伴 二 时间宝贵 把它分给靠谱的任何事 钱是可以储存的 而时间是不能储存的 你怎么花时间决定了你一生的生活品质 你要经常把周围的人过滤一遍 缩小朋友圈把时间留给真正关心你的人 感情真诚的人做事实在的人 能对你有所教育的人 花更多的时间去做真正有意义的事 能让你快乐的事情 三 生命短暂要学会好好珍惜 生命是短暂的 一定要且行且珍惜 首先你要珍惜生命 与其盼望长寿倒不如早点享受 其实你要珍惜缘分 亲人只有一次的缘分 无论这辈子我和你会相处多久 你一定要珍惜共居的时光 下辈子无论我们爱与不爱都不会再相见 人生的路都是你一个人走 不要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看法 离间你的人不必解释 不懂你的人何必解释 你就是你独一无二 做好自己 时间会帮你验证 不解释 用沉默代替争辩 不多言 用安静 全是清白 人生在世 有两种事应该尽量少干 一 是用自己的嘴干扰别人的人生 二 是靠别人的脑子思考自己的人生 不解释的人生才是真正强大的人生 不解释的才叫从容 不执着的才叫看破 不完美的才叫人生 一个真正的聪明人 从不为自己解释 能相信你的人不用解释 不会相信你的人 解释也没有用 不如释然 不解释的人生 才是真正强大的人生 很多的时候不解释不是承认 而是心里无愧 很多的时候不理会 不是认怂 而是懒得搭理 很多时候的沉默 不是不想说 而是到了无话可说 不说是一种大度 时间的真假 时间会给最好的回答 不说是一种善良 感情的冷暖 时间会给最好的证明 不管你有多么真诚 遇到怀疑你的人 你就是谎言 不管你多么专业 遇到不懂的人 你就是空白 所以关键不是你不够好 而是你没有与对人 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 懂你的不用解释 不懂你的解释也没用 不需要解释 做好自己 不管你怎么做 总会有人挑错 无论你怎么活 总有人评说 你沉默不语 说你是装深沉 你侃侃而谈 说你是没内涵 你穿得好了 说你是炫富 你穿得坏了 说你是寒酸 明明是一杯白开水 非要给你加颜料 明明是一朵洁白花 非要给你染颜色 就算你都对 也有人说你不对 尽管你再好 也有人说你不好 你满面春风 说你是小人得志 你垂头丧气 说你经不起历练 你处事不经 说你圆滑又狡猾 你单纯善良 说你冲愣又装傻 让那些对你挑三拣四 指手画脚的人 见鬼去吧 我不吃你的饭 不花你的钱 凭什么要看你的脸 想笑就笑 想哭就哭 你的心情 你做主 愿说才说 愿做才做 你的人生 你掌握 一生都不要忘听闲言 用眼去看 用心去感 别迷失自己的意志 心愿 永远都要活给自己看 笑容要特别灿烂 别在乎别人的指指点点 做好你自己 让看不起你的人 高攀不起 让看得起你的人 更喜欢你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聆听 期待您的留言和分享 佛禅每天为您推送新文章 希望您每天都有新感悟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